投資如劍好, 腰瓦中求成 為何這麼開心 例子最近的窩卵和牛紅症 贏了不少 不要貪性不知輸 師傅, 聖略招 投資顯身產品不是賭博 要先了解清楚有甚麼風險 看看自己可否成熟 還要有紀律 設定投資的上限, 量力而為 窩卵和牛紅症是沒有抵押品 如果產品發紅相違約 可能連本也沒有賣 啥? 啥? 啥?